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着大家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2年10月7号 这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爆雷,聊聊中国的房地产 首先我们看一则关于恒大的传闻 为什么说是传闻呢,大家问一下看 这是联合早报发了一个文章 题目叫 英媒,中国恒大创办人一钱买下伦敦最贵豪宅 知情人士透露 中国恒大集团创办人许家印在英国爆发 新冠疫情前以2亿1000万英镑买下伦敦最贵豪宅 英国金融时报星期五报道 就是10月7号啊 今天出面购买这栋豪宅者是由重庆李嘉诚之称的 中国房地产大亨詹松桥 詹松桥旗下在港上市公司终于置地 2017年以11.35亿英镑收购伦敦 李德赫大楼全部股权 这是中期在英国房地产市场最大的收购交易之一 金融时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称 前中国首富恒大集团创办人许家印才是上述豪宅的幕后买家 根据英国土地注册处的文件 一家英属维尔金纯岛注册的公司和加勒比海南部岛屿库拉索注册的公司 买下这栋豪宅 两位中玉置地高管霍伟认为一家住英国相关公司的董事 2020年2月记录显示 许家印的妻子丁玉梅拥有这家公司至少75%的股份 这个写着一点云里雾里的啊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素由重庆李嘉诚之称的这个叫张松桥这个人呢 他控制的香港商事公司叫中玉置地 这个中玉置地又去收购这个英国这个大楼的股权 然后具体去收购的 在英国去收购的这个又是什么英属维尔金的和这个叫加勒比海注册的一家公司 那么这两家公司可能背后的实际控制人 是徐家印的老婆丁玉梅 就是这么一个事情 这个联合早报说的非常模糊啊 就是云里雾里的 一会儿说是这个叫中玉置地去买的楼 一会儿又说是加勒比海注册的公司去买的楼 一会儿说这个楼啊是两亿英镑 一会儿说是收购的全部股权是十一亿英镑 不知道是因为这个金融时报啊 或者是联合早报对这个交易结构啊不太清楚 只是捕风捉影的 联合早报发的这篇文章 然后呢他说是根据英国的金融时报报道 然后金融时报呢又说是据知情人士透露 所以这个消息啊 从头到尾是个捕风捉影的 就是不知道真假 那现在问题就来了 就这个时候啊 突然爆出这么一个新闻出来 应该不那么简单 那个联合早报啊是经常放风用的 所以这个事情值得关注 有可能是海外债权人或者是啊 其他的债权人啊用来敲打许家印的 就是告诉你啊 告诉许家印 就你老老实实的还钱 你不还钱 你海外的资产 我们都知道在哪儿 到时候啊 统统的把你爆料曝光出来 大家知道啊 这个海外债权人有的 他可以直接去通过法院呢 去查这些啊 许家印在海外的这些资产 他有可能能办得到 但有的时候啊 各个国家之间的法律不一样 就是他可能啊 没有办法办得到 这个都分情况 但是他帮不到 他可以把这个资料曝光爆出来 就把许家印在海外的资产 在哪儿 他可以提供线索 他的线索这样一提供啊 这内地的人马上就会抓住 因为人呢 你在国内你跑不了啊 这肉身呢被控制了 只要他的财产线索一有 那就会让他去追 把国外的财产都拿回来 因为恒大保教楼 这么大的窟窿啊 就是缺钱啊 到处的缺钱 导致恒大的项目 很多人烂尾啊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啊 这个估计是海外战军人 在敲打这个许老板啊 你老老实实还钱 不还钱 我会把你在海外所有的资产 这个线索都要提供 你看所有他爆料 爆得迷迷糊糊的 看不太清楚 他到底什么意思 这也说明啊 这个恒大的重组 已经进入白热化了 双方的博弈啊 因为这个消息是今天才爆出来 看看这两天啊 恒大会不会有回应 说到恒大 我们再看一看这个河南郑州 今天有媒体报道啊 叫郑州保交楼行动30天 复工145处住宅项目 2022年9月6号 郑州市印发大干30天 确保全市停工楼盘 全面复工保交楼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共排查出147处已受停工 半停工商品住宅 在郑州市公安系统 法院系统 财政金融系统 住房保障系统等各方共同努力下 截至10月6日已有145处的住宅项目复工 甚至二处也预计于年内开工 此外 郑州市将进一步监督巩固该项目工作成果 确保上述住宅项目顺利交房 这个是相对比较准确的一个报道 就是昨天咱们节目里面介绍了那是业主自己统计的 郑州50个项目里面还有12个项目根本就没有复工 零复工 但是今天你看媒体报道的 这个郑州一共是170个烂尾楼 其中145个已经复工了 只有两个没有复工 但是年内就是剩下的两个月里面 他也会复工 这个你从这个报道来看 这个郑州市应该是说完成了这个10月6号前 所有项目复工的这么一个计划 但实际上呢 咱们要看疗效不看广告 就是说他这个复工到底复到什么程度 能不能交房 还是说一直就这么复工下去 每天搞几个人在那敲敲打打的 这个有学问呢 那恒大的项目他是怎么复工的 宝能的项目怎么复工的 如果郑州市能让恒大和宝能 这种爆雷企业项目都复工了 那各个地方都应该去郑州学习 就看人家是怎么弄的 这个就是你不会不要紧啊 别人会啊 别人你看可以让恒大那个烂尾楼复工 那就看看郑州市怎么弄的 他是自己掏的钱呢 还是让许老板吐出来钱 如果说让许老板吐出来钱 那别的地方政府也会把许老板抓住啊 也让他吐钱 就是一葫芦画瓢嘛 就你怎么干的我也怎么干 学习嘛 借监嘛 宝能他怎么复工的 他钱从哪来的 如果说是公安系统追出来的 那别的地方的公安系统也要去追啊 大家争先恐后的去追啊 所以说啊 就是如果郑州真的是做到了保交楼 这个完全复工 那么值得各个地方政府去学习 而如果说啊 郑州市啊 他是通过自己融资 自己这个叫什么保交楼专项资金来敲动的 那各地政府也得想办法去找这个专项资金去 今天啊 网上有一篇报道在刷屏呢 就是都在转载 是每日经济新闻的一篇文章 叫什么呢 名字叫国庆大驾石探上海楼市 有的楼盘置业顾问忙的传不过气 看房客多到展厅站不下 这个一下就比那个什么扬州的电视台 还扬州的媒体啊 这个采访的啊 说十楼树啊 显得更加这个什么 生动活泼 就更加有那种画面感 置业顾问忙的喘不过气 你想想多忙吧 然后看房客多到展厅都站不下 但是我从这个报道啊 他配的图看啊 反正没看见什么展厅站不下的 他这文章我就不念了啊 我这讲一下大概什么意思 他讲的就是上海啊 奉闲的一个楼盘 这个项目叫中铁试剂善成 这个项目在国庆节期间 连续五天开展品牌营销活动 每天早上九点到晚上九点 一边通过现场做谈话 赠送手工一瓶等等 一边推售新房 目前项目联动价是34,800元每平米 但只要看重 还可以删谈折扣价 优惠之后 高层房源增价不到三万元每平米 另外啊 中铁胡关易锦 已领取到预售许可证 国庆节期间 同事们准备认筹前的工作 这个也是中铁的项目 中铁也是国企嘛 大概在凤前是不是有两个项目啊 然后这个 美日经济新闻接着写道啊 在置业顾问后的玻璃门内 小小十余平方米的展厅热闹非凡 座椅上挤满了看客 工作人员忙得不可开交 有人在介绍开发商的国企背景 有人在讲解项目的趣味和户型面积 有人拿周边项目的容积率做对比 有人在接待新入展厅的客户 大家脑补一下 这个展厅啊 只有十余平方米 这叫什么展厅吗 怪不得说展厅人都站不下 这你十余平方米的展厅 你能站几个人 所以这个媒体非常搞笑啊 就是为了颤夺房地产啊 已经是挖空心思啊 绞尽脑汁了 但是呢 这个上海的新房 是不是这样的火爆 对吧 尤其国庆节期间 这个不好说 也有可能是很火爆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上海啊 它这个新房 因为这个政策原因啊 它很多楼盘呢 比这个周边的二手房要便宜 有的可能便宜一两万 这个跟着项目不同啊 比如这个媒体写的这两个项目 或者三个项目 到底什么情况 我也不知道 它有可能是 它这个房子 比周边那个二手房的便宜 刚才说了嘛 打完折三万 这个奉钱 离上海市中心 大概四十多公里 卖三万 可能啊 价格还比较实惠吧 那么其实有可能 有那刚需房的愿意去买 买到就是赚呢 那就比周边的房子 你要便宜嘛 比二手房的便宜 但是这里面有个风险呢 就像这种房子 上海是还在限购 限售的嘛 就这种房子 你买完之后 五年之内是不让你卖的 你要想卖 那五年以后 五年以后 你这房子 还值不值三万 你这房子和二手房 中间还是不是有这么差价 就是倒挂的 这都很难说啊 这都是风险的 所以谁买房 你不能看现在啊 跟二手房有倒挂了 二手房都卖五万了 你这新房只卖三万 然后以这个为依据 马上就入市去买 这个还是有风险 因为有五年 这个先售期啊 除非说上海说明天 后天 他就把这个先售取消了 我是三万买的 现在市场上二手房是五万 那我四万万就卖 我也赚了 那这样的话 肯定会形成一个大家哄抢 都去买这个房子 那也有可能会很热闹 排队 但是你有个五年的先售 基本上这个风险也很大 但是啊 根据这个媒体报道啊 这个项目问题在哪呢 就刚才说的这几个项目啊 都是今年六月份 上海首批集中供地时取得的 言下之意就是今年六月份 这些开发商才拍到地 现在是十月份呢 才三个多月 他就开始卖房子了 中国铁建呢 他是央企啊 拿地到销售 只有三个多月 他们都已经拿到 预售许可证了 大家也考虑一下 这个上海可是疫情不断的 在这种疫情不断的情况下 一点都不影响他们的进度 当然了 他现在预售 不是说他已经现房了 房子已经盖完了 没有 他可能只盖了两三层 三四层 达到预售条件 就开始预售了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第一个啊 这上海 现在就已经疯狂的开启了 就炒房模式 说明上海是缺钱 这个推出的项目啊 速度加快 比碧桂园还快啊 你看拿地三个月就开始卖 说明这个中国铁建 他也缺钱了 他现在一销售 他不资金就回笼了吗 一回笼 他就开始开发嘛 就循环滚动开发呀 从拿到地 到取得销售许可证 一共只有三个月 说明上海市各级部门啊 都是开足马力 在围绕着房地产再赚 要不然不可能 也这么快的效率啊 你想他拿到地之后 他要走各种程序啊 什么规划呀 审批呀等等 开工建设啊 办各种证 办各种手势 然后现场还施工 然后在上海市 还零零星星 烙有疫情的情况下 经常封控的情况下 他三个月 就达到了预售标准 这就说明 整个上海 为了卖房子 都在积极运作 积极配合 我看到的就是上海市缺钱 上海市啊 把房地产已经提到了 一个非常高的高度 围绕着房地产转 刚才说了啊 就这篇文章啊 在网上到这流传 都在转发 营造一个非常好的 金九银食的一个现象 实际上呢 我们看数据 让数据说话 大家看这个表啊 这个是100个城市啊 房价涨幅分析 它比较的是 10月第一周 和9月第一周 这个表里面列了100个城市啊 这个房价 在10月第一周的一个表现 从这个数据看 只有上海一家啊 这个房价是涨的 就是在国庆这一周 剩下的全部是在跌 只是跌多跌少的问题 从这数据可以看到啊 这个10月第一周 按理来说它是金九银食啊 而且是国庆节啊 应该是比较火爆才对啊 但是呢 这100个城市 大概90多个城市啊 房价都是跌的 我们再看一组数据啊 这个是2022年9月 30个重点城市 商品住宅 成交面积 这个是实实在在的 就是9月份 30个城市啊 每个城市到底卖了多少房子 这个数据 那就非常能说明问题了 你说一千到一万 你到底成交了多少 卖掉了多少 大家看这个表啊 它这个数据啊 有9月份的环比 那就是9月份跟8月份比 还有一个累计这个同比 那就是去年9月份的同比 我们看一下这个表啊 通过这个张表啊 我们可以看出啊 只有极少部分城市啊 它在9月份同比和环比 都是略有增长 绝大部分城市啊 在同比环比都是下降的 你比如说啊 这个广州市 9月份同比环比 都是下降 7%还14% 成都同比下降59% 环比下降47% 西安同比下降40% 环比下降23% 武汉同比下降63% 环比下降39% 长沙 合肥 南京 昆明 沈阳 长春 无锡等等啊 基本上都是这个情况 就是环比同比都是下降 只有北京啊 上海 深圳 还有苏州 就这几个城市啊 它是环比同比略有增长 这些城市各有各的原因 有的是去年卖的少 本身那去年就是控制 没有卖 那今年稍微多一点 所以它就增长了 你比如深圳就是这个情况 深圳去年就是在打压 就是在控制 所以从去年开始 深圳的这个新房成交啊 就非常低 那今年9月份 它随便几个楼盘一卖 就比去年多 同期就大幅增长 那环比也一样嘛 环比9月份 可能比8月份 就稍微多一点 8月份就没有什么 卖什么楼盘 所以说各个城市 它这个环比同比增长呢 是都有特殊原因的 不代表那个房地产 就特别火爆 但是呢 你同比环比都下降 那就说明你这个 金酒银食啊 肯定是泡汤了 你环比同比都下降 怎么叫金酒银食呢 所以大部分城市啊 全部是环比同比 双双下降 那累计同比呢 那就更严重了 就是累计同比啊 所有的城市都是下降 不管是一线还是二线 不管是北京 上海深圳 还是其他城市 严重的啊 累计同比下降73% 重庆 累计下降60%以上的 至少有10个城市 你看杭州 长州 宁波 福州 这些城市啊 累计同比下降70以上 那就是这些城市啊 今年整个房地产 相当于是被冻住了 跟去年相比 下降了70% 那通过这个表 大家就看见了 这个9月份金酒 是完蛋了 数据不支持啊 你再吹没有用啊 那银食呢 刚才也看到了 我们就不要说 国庆节期间的房子了 我们看一看啊 2022年 国庆党这个票房 什么情况 对吧 看个电影 不算贵吧 现在啊 国庆节 基本上快过去了 这个前六天啊 这个电影票房 是13.9亿元 然后加上今天7号啊 大概是1.5亿左右 所以整个国庆党 加期啊 大概是15.4亿 差不了多少 15.4亿啊 什么概念啊 2019年的国庆党 是43.7亿 2020年 是39.44亿 2021年 是43.7亿 就是这连续三年啊 都是在40亿左右 要说疫情啊 那2020年 2021年 都是有疫情 那那个时候 也是40亿左右 那今年呢 国庆节 只有15.4亿 下跌了65%左右 这什么概念啊 就是特别惨啊 这里面有疫情防控 加码的原因 有这方面的因素 但是也不止跌这么多啊 说明什么呢 说明消费降级了 说明没钱呢 看个电影都没钱 还有钱买房子吗 所以说通过这个国庆党 这个票房 惨淡啊 也可以反映出啊 这个楼市啊 绝对不会火爆的 可以用惨淡来形容 那么这个国庆节前呢 财政部 央行突击 释放利好啊 希望大家买房 能把楼盘 能把房市稳住 这个计划又落空了 韭菜不买占了 这个实现通过港股也能看出来啊 这个国庆节期间 港股是在正常交易的 因为这个节前啊 突然释放了这么多利好 所以后面港股啊 虽然指数在暴跌 但是呢 房地产股票 突然一个暴涨啊 都是涨了百分之十几 多了还涨了百分之二十 反弹 但是也仅仅谈了一天 后面几个交易日都在下降 我看了一下啊 这个逼鬼人又要创新低了 很快就要创新低 龙虎 还有什么旭徽 都是暴跌啊 就是谈了一天 然后后面三天都在跌 从这个也能说明 所谈的利好啊 也只是一日游啊 只能管一天 如果国庆节期间啊 这个楼市真的很火爆 各地房子都卖了很多 然后各个地方这个售楼处啊 人头攒动的 那么这个股价啊 不可能跌的这么快 所以说从资本市场也能看出 这个楼市啊 金九银石是抛摊了 那现在就看政府 对吧 你接下来怎么救市 还有什么招可以用 如果大家认为你没有招可用了 那这个楼市啊 就要自由落体 就要万下滑了 稳不住了 不关是房地产股在跌啊 这个港股里面的这个 新能源汽车也是暴跌啊 那个理想汽车跌了14% 未来跌10% 为什么在没有利空的情况下 这个新能源汽车也是暴跌呢 房地产跌大家都知道了 实际上这个跟那个 国庆假期这个电影票房是一个道理 就是大家本来认为啊 国庆节期间 这些新能源汽车 可能会一个热卖 大家在去买车啊 结果预期落空啊 就是市场反应非常频频 所以新能源汽车也是暴跌 就是没有达到预期 你看啊 大到房地产 中到汽车 小到一个电影票 都是不及预期啊 至少说明经济出了大问题啊 这个稳经济大盘 恐怕也只是个口号 好这期节目 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